关注了一位时尚博主 常常有粉丝问他气质 风格如何转换的问题 比如从校园到职场 如何从学生气转成职场风 升了职 如何从休闲自在的风格 转换到优雅之性 博主给出的关键答案 就是换鞋 他说 风格取决于鞋子 一模一样的穿着 只是换了鞋子 整个搭配风格就截然不同了 同一条牛仔裤 搭配平底运动鞋 是学生气 搭配肩头高跟短靴 就散发成熟的气场 我们每天以不同的形象示人 从头到脚的装扮中 衣服最受重视 殊不知 鞋子才是塑造气质的重点 从你穿的鞋子上 可以看到你的性格 收入 品位 以及真实的生活状态 曾经遇到过一位男上司 做事非常细心 细到让很多同事受不了 很小的一件事 他要嘱咐半天注意事项 事情做好了 他要反复确认 搞得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 有一次和他一起拜访客户 在咖啡厅坐等的时候 眼光扫到他的鞋上 一双浅灰色的休闲皮鞋 白色的鞋带和鞋底 看起来非常清爽 鞋底外圈的白色也很干净 看得出是走路不多 常年出没在鞋子楼里 他没有女朋友 但把鞋子打理得比很多女孩更干净 瞬间提升了对他的好感度 他对工作的态度 和他对鞋子一样 追求完美 容不下一点不满意 虽然和完美主义的人做同事很辛苦 但也无心中提高了自己对工作的要求 电视剧《三十而一》里 也是鞋底出卖了王曼妮 在奢侈品店做销售 工资一万多的他 名牌高跟鞋的鞋底贴了一层抵胶 这样鞋子能防滑 也耐磨 混迹于各色有钱人中的梁正贤 看到他的鞋子 就判断出他不是头等仓的客人 在日本 很多公司把女性上班必须化妆 穿高跟鞋 当作一项硬性规定 今年 一位女性发起了反高跟鞋活动 他说 自己在一家公司上班 规定女员工必须穿高跟鞋上班 但是工作时几乎全程需要站立 还不时来回走动 一天下来 腿部疼痛 希望有一天 女性能摆脱这种陋习 她的倡议很快引起了共鸣 很多女性分享自己因为穿高跟鞋 而受伤的照片 而日本劳动部并不打算对上班族的 服装规定做出改变 他们认为 女性要穿高跟鞋 男性要打领带 都是对特定行业的礼仪限制 如果穿鞋都没有自由 又何谈工作自由 生活自由呢 个性研究杂志 刊登过一篇堪萨斯大学 对于 鞋旅选择的研究 认为只需要看看一个人穿的鞋 就能准确地判断出陌生人90%的性格 作者表明 鞋子可传达其主人的细微 但有用的信息 鞋子有其实际用途 但也作为 非言语信号 传递着象征性信息 人们一般都会注意自己和他人穿的鞋 医学日报则指出 鞋子透露的个性特征细节 包括一个人的大概年龄 收入 情绪稳定性等个性特征 对一个人来说 鞋子的状态非常关键 一是鞋子与场合协调 二是鞋子整洁与否 每天需要背着电脑 挤地铁 赶公交的上班族 喜欢耐脏的平底鞋 不必走远路 又需要常常见客户 谈判的白领 需要高跟鞋提升气场 看鞋时女人中谈到 在时尚无处不在的今天 可以特立独行的年代 你可以随处见到 穿着不同款式 不同颜色鞋子的女人 透过鞋子 你可以看到女人 不同反响的一面 风情万种的 一面 独立洒脱的一面 各种各样的鞋子 展现着我们自身的 生活信念是否坚定 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 鞋都不只是鞋子 在中国 苏和德的表义符号 是相同的 师祖表示师德 人们把脚 与更高的精神层次联系起来 希腊神话中 也把鞋子看作是力量的象征 在一些古老的文化中 是爱亡固 生者要给王者 穿上华丽精美的鞋子 或者把精美的鞋子 放在手臂旁 多半是因为 人们相信华美的鞋子 能帮助王者 升入天堂 流星花园里 有一句台词 每个人都要有一双 好的鞋子 他们会带你到 你想去的地方 好不是价格或者牌子 而是和你当下生活的匹配度 你对它的珍惜度 一双很贵的鞋子 几天不擦 也会失去光彩 上面的屋子 就是穿着的人 对生活的敷衍态度 一双鞋子不是很贵 但被打理得干干净净 表示 他一定是认真对待生活的人 看鞋时女人的作者 苏珊雷诺兹说 鞋并不是鞋 我们给自己的双脚 穿上各式各样 精美华丽的鞋子 它就成了我们的立足之本 它让我们稳稳立足 感到舒坦 有安全感 也向世人表达着自我 生意人站在一起 首先要看鞋梁身价 通过观察别人 所穿鞋子的各项资格标准 比如质量 款式 价格及考究程度 来判断对方的社会地位 经商头脑 个性及魄力 要是某人脚上的鞋子 破破烂烂 磨损 逮厉害 毫不起眼 这样的人 自然会不相信他能爬上商界巅峰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鞋子的干净度 可以看出彼此是否重视这次见面 舒适度可以看出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 苏珊雷诺兹提出 改进你的鞋品 可以改善自我风格 自身形象及个人生活 对照这些情况 可以看出你是否需要改进鞋品 五年过去了 你还是老样子 你老板一直没考虑你的各种升职机会 衣帽间里的形状与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和谐 一直在压抑自我 衣帽间里 有着太多某天能穿或凑合着穿的衣服 就是时候认真整理自己的鞋柜 思考什么样的鞋子能带你走向真正想要的生活 蔡兰说 一个女人真正的魅力 是在细微之处的精致完美 换上一双能彰显你对生活的要求的鞋子 创造一个你觉得最棒的形象 去提升自己 去尽所能做到最好 去行走 江湖 去展现自己